自从微信这个东西火爆之后 随着来火的还有微信的发红包功能 现在不管是什么时候 什么日子 什么情况 都做一件事情 发红包 很多人收到红包之后的感觉 就是一个字爽 所以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 给你老婆发了一个大红包 那么晚上的时候 它肯定很温柔 那么小编现在要问的是 你们有没有给别人发错红包呢 最尴尬的是 本来要发给老婆的红包 最后却发到前女友那里 然后你会怎么办 故事的主人公张勇和老婆结婚三年以来 一直很相近如宾 每当过情人节的时候 张勇也会给老婆发红包买礼物 这是生活中的小情趣 但是在张勇的心里 一直住着一个人 就是曾经和自己相恋五年的前女友 只是这个人一直在心里 从来没有删除过 也没有联系过 今年因老家有事 我没有机会出去给她买花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就拿起手机 想起要不给她来个实际的 发个红包吧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心里是不是走神了 居然点开的微信是前女友的 而且想都没想 快速地发过去三个两百的红包 发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发错了 红包发出去之后也没有办法撤回 只能等 当时张勇心里很忐忑 很快 前女友回信息了 信息的内容 着实让张勇吓了一跳 同时也重新认识了一下这个女人 前女友回的信息居然是这样的 她很感动 她现在还没有忘记我 她老公今晚出差了 让我去找她 然后这个女人毫不犹豫地收了我发错的红包 真是欲哭无泪 看着前女友的信息 我只有一个想法 不可能抛弃妻子 去选择那个曾经抛弃我的人 所以我就让她把钱还给我 我只是发错了 没想到过了一会 这个女人居然把我拉黑了 而且还收下了我的钱 晚上回到家之后 我又重新给老婆发了红包 老婆依然还是很开心 但是我的内心却很惆怅 这个曾经被我放在心里的女人 这么轻浮这么试快 所以毫不犹豫 我也拉黑了她 我很庆幸 我坚守了原则 坚持了对家庭的责任 因为我要对我的家庭负责任 我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 这是我的标签 这个标签 不允许我再有三心二意的想法 婚姻和家庭 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对其不忠的 即使是一次 也不能原谅 因为只有彼此忠贞 夫妻关系才能够长久 家庭才能够真正的幸福 小编要提醒的是 现在社会上各种诱惑 实在是很多 要经得起诱惑 才能够守得住长远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欲望 越过了不该越过的界限 这样造成的只能是身败名裂 或者说失去的不仅仅是家庭 还有你自己 不要再记住那些不该记住的人 不要保留那些不该有的记忆 不要和那些已经和你不相干的人交往 要记住了 有了爱情 有了家庭 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 张勇就是一个典型的 坚守了自己的底线 抵挡住了诱惑 所以他还是很值得庆幸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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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